寶可夢遊戲正夯 看到精靈出沒丟出寶貝球 就想趕緊收服精靈入袋 現在這個遊戲是APP下載的第一名 而在新北市政府這邊 就是熱門的抓寶地點之一 只是寶可夢的玩家們 太過認真抓寶 長期低頭看手機 追蹤任意出沒的精靈 就怕時間一長 肩頸僵硬酸痛 別忘了快來按摩小站 找視障按摩師俩琳 精靈寶可夢開放之後 我們新北市這邊也是一個 抓怪的一個特別的景點 我想許多玩家在想要成為訓練師之前 他必須要長期的操作使用手機 所以其實長久以來 會造成我們的肩頸酸痛 背部的疲勞 我們新北市勞工局也非常貼心的 在這段時間到9月底子 也推出了陪伴我們玩家 成為寶可夢大師的一個 網路抽獎活動 抓寶不忘抓龍 玩家看手機螢幕 抓寶的同時 別忘了從即日起到9月底子 勞工局推出陪你成為寶可夢大師 抽獎活動 22家四張按摩小站 還有6家按摩院旁邊發現神奇寶貝 截圖上傳到新北市四張按摩粉絲團的 活動頁面分享 向寶可夢大師邁進 而且還有機會抽中豪力 其實我們的獎品非常的豐富 包含7-0券、行李袋等 那主要這個獎品大概有10項左右 那非常的豐富 那我們也是希望能夠透過這樣一個抽獎活動 宣導我們的玩家 都可以多多來我們新北市政府的B1 還有其他的22家的這個優良按摩小站 來抓怪 順便這個解放身心 舒暢一下這個我們的這個 那個抓怪的這個疲勞的這個身體 搭上寶可夢的抓精靈蜂巢 行銷會倆鈴的四張按摩師 相關活動資訊請下 新北市四張按摩粉絲團 或是新北市勞工局網站 另外勞工局也提醒玩家 進行遊戲時需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避免發生交通或是公共領域的安全問題 中間新聞 065 SAN剛 繁僑吧